Hello,大家好,我是凡姐 我刚才接到一个电话 这边区域的饿了吗经理给我打电话 说我们可以上饿了吗啦 然后告诉我说 国家出了一个反垄断法 就是美团不可以对我们三代进行逼毒 就是可以同时上线两个平台 哇,这个真是太好的消息 当然我们也知道这个东西 有时候政策是政策 然后具体的那种 就是它每个区域有每个区域的一个对策 我也不知道是真是假 所以我就约了他来我们这边聊一下 看一下 做感觉不影响我们上线了吗 但是不影响我们上线 不影响上线 但是我上次也联系的 也联系的不是迷转 但好也是美团圈间 昨天晚上他出了他们修改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考核的一个方向 那就不再考核货 就是因为有新的美团外卖订单 请及时成绩 就是他们内部已经不在考核 都在这一块了 然后这是出台 其实也针对了阿里经中各种 其实他们也都是有各种各样的 我们大家也在请问 但是其实外面的行业就好 我可以给你看一些的是我们内部的一些头片 因为我们这里也都有 我们常常里面的考核 那一些东西 然后就他们已经完成了考核一些了 就是主要才出来了 然后再就是 你小姐带我饭还带小时 就是我不好的 对是我的 嗯不是现在太有 起手 起手 你说的是泰哥吗 哦泰哥 嗯 你怎么认识过来 哦我说的起手啊 在客室那边 对对对 在那边 在客室那边 再塞点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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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是什么市场新店的市场 下面来一下 我都送了一包 知道 这个我是知道的 我都买得送了个高预美汤 因为学生市场 然后说实话 我实际上是个美团经理 我们这里这么多店 原来这很多的市场呢 它实际上把也是我们早年 在这边给它打下来的 我们是最早的 就是我们之前是开了所有的一家店 大周五周外卖 我们看周外卖 好像有点开始做 然后是在这边关市场区 每天都送回来的 是最高的出国民一家店 对不起 很好吃 我们现在这样好多 电视有点多 我一个同事都能够收拾他 然后美团经规 你用下机然后呢 你老板用我们主动决的图 你看一下上面那个图 就是美团那边 他们心心的压力也很大 这个是另外一个 这个是美团经理跟老板说的 对 然后老板给我们解脱 不用下脚 很多假面都可以做 行 那我就试一个吧 因为肯定是多 多做的银额肯定是照不过了 现在你儿子打个店啊 你儿子打个店真的好想 开错了 还要错了吗 哈哈哈哈 就是说吧 就是不准做饿了吗 你让我做美团一个平台 尤其是在市场这个区域 上半年学生没有开学 很难 我们只能多开店 哦 多开店 之前一开始来的时候 三月份我们还饿了吗 全开了的 那时候美团今天没来上班 到五月份的时候 他来了 全灭关了 所以我们在一开始 那个饿了吗 是做的挺好的 排骨饭实际上 我们的学生市场这一块 我市场还是打出来了 我们现在是这样的 学生市场 就是拉群 我们是拉一个顾客 拉一个同学 进群下单 我们就发五块钱给他的 哇 那还是很高的 所以美团今天一开始跟我聊 说是要我帮他打学生市场 那这个都是我上传的 我就答应他 行 那我就先上吧 如果OK的话 把包子还可以上吧 我结婚了呀 哈哈 哈 哈哈 哈哈哈哈 你怎么脑子这么小 哈哈 很小吗 好了 我刚好把那个 二文经理送走了 然后跟他聊了一番 确实是他们美团内部 就是不把独家这一块 成为他们的一个 业绩考核标准了 就是 就是商家做不做独家 他们对业务员的那个 呃就是工资呀 什么没有关系啊 就就之前我给大家 讲过一句话 就是你们平常去跟 呃 市场经理去交流的时候 去沟通的时候 其实你最需要 你知道人家就是 最关乎的是什么 你就往哪个方面去走 比如说他们的工作 他们实际上新店 新店 开新店是他们的一个 一级指标 那他会不会给你开新店的 那肯定会开 然后什么样的条件 就是双证都有的一个情况下 他是会给你开的 还有就是之前我有说 他们说翻新 店铺也是可以进行翻新的 然后再起次就是 反正要关注他的利益 切身利益一方面的事情 去出发 一直实际上 他们两个是竞争关系 两个平台是竞争关系 我们商家也是可以 上以加以利用的 就比如说 两个区 在我们商圈 两个平台的那个份额不一样 但是你可以说 我是商家 我可以借助你打份额 我可以借助你 就是做市场 然后我们 我之前就是得到美团的一个扶持 就是因为 我帮助美团去做市场 就上次前段时间 给你们讲的说 我去经常就是 请陈条姐的人吃饭 就是源于 其实美团对我们 是有大量的补助的 只是我们那个时候 就请人家吃饭的钱 全是美团给我们补贴的 知道吗 知道这个意思吗 当然我当然愿意 请更多人吃饭 因为他们都补贴给我 是源于 我愿意低推 我愿意亲自低推 去给他做市场 是明白这个意思的吧 好了 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 下期见 拜拜